想知道如何打造彈性生活的秘訣嗎 想要擁有更多人生的可能性嗎 我是Will 一起大膽實驗 有效實踐 夢想實驗室 人生Will be good 今天我是非常激動邀請到一位 這真的算是我的下一個階段的目標的一位人生導師嗎 應該算是啦 不敢不敢 如果大家看過一本書叫千分之三的意義 或者是接下來讓我很激動熱血沸騰的一本叫超難進化論 今天邀請到的是他的作者Shortan詹斯頓來到現場 來大家好 主持人你好Will 真的很開心今天有機會見到你本人 哇真的這個我今天Shortan一走進來那個氣場 還有那個魅力完全就是 對馬上被就是很著迷這樣 就是那個帥是直接打在臉上那種 我完全不會嫉妒他 但是就是覺得哇怎麼這麼帥 謝謝謝謝 對但其實我在看到超難進化論這本書的時候 就是看完發現他的書名跟我想像的很不一樣 我以為這是一個很偶像之類的東西 但內容真的是非常的深 而且我相信是所有人都很值得看的一本書 如果你認真想要變得更好 當然不是一個很消遣的書 他就是你認真想要把人生過好的一本書 所以想請教一下Shortan 為什麼會把它取名叫超難進化論 超難是什麼意思 對我另外一位作者是劉軒 那我先不劇透 就是我在書裡面的我們兩個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但是大家對他的這個形象 或者他所做的事情應該很了解 他是一個真相心理學家 哈佛畢業的真相心理學家 所以我當時有這個想法是真的是出於我當時從上海搬回到台灣的時候 我常聽到這兩個字渣男 對 或者是說形容你穿著打扮很像渣男 我知道你不是 紫蘭斯頓我知道你不是 然後我也聽到直男 八寶暖男 那我就想說有沒有我就開始 然後我跟很多像出世認識女生 可能他們單身 他就說你可不可以介紹男生有認識 那我說那你喜歡什麼樣類型的 他說不要渣男不要紫男不要媽寶 也不要暖男 那我說你要什麼 他說不出來 那就不要這四種 對所以我就想說那有沒有兩個字 是比較正面可以形容男人的 其實出發點一開始很單純從這邊開始 然後我就跟我的牧師有一次討論這個事情 然後他就提到超男這兩次超越自己的男人 一個就是不要跟別人比 因為現在在網際網路時代 大家都在比 你看到從FBIG 其實你有很多壓力 你看電視你看別人 然後大家討論都是高來高去 所以其實身為一個男人在這社會上壓力很大 那可不可以不要跟別人比 跟自己比就好 然後其實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這個書很有趣是 他是從三個維度去寫的 一個就是劉軒 他身為真相心理學家 他多年在經營 不管是他對他的粉絲或他的工作坊 他很多這些理論 然後加上我過去我自己過去的人生經驗 還有我身為人生教練 過去我跟我學員之間互動的一些案例 再加上數據 所以我們也去拜訪了 採訪了大概三四十多位的這些女性跟男性們 二十多歲三十多歲四十多歲的 問他們說那你到底現在認定的 就算你現在單身 或者你現在離婚了 或者你現在怎麼樣 你想要再找另外一半 或你跟另外一半相處當中 你現在在找什麼樣的男人 所以是從這個角度去引發了 我們想寫一本 是給現代男人想要看的一本書 想要學習 想要在遇到困難之中 找不到自己的定位的時候 如何讓自己變得更好 哇這個一聽起來 我現在覺得我真的太膚淺了 我要慎重的對這個超男兩個字道歉一下 並且超男也現在是我的目標 我覺得我覺得 另外就是我跟劉璇講說 誰都可以變超男 你可以是零售界的超男 你可以是餐廳的超男 你可以是房仲界的超男 我覺得我們在訪問這些女性的時候 我們才理解到說 其實女生也不是拜金 對 女生他也不是說 他一定要看你的頭鞋 或者你的經濟條件 女生要的是一個潛力股 如果你自己知道你在幹嘛的時候 我覺得女生月印很辛苦的 陪伴你 直到你達到那個目標 可以超越自己 但重點是你自己要知道你在幹嘛 哇 而且其實在這本書裡面 我們剛剛看到 雪爾騰是跟劉璇非常用心 在寫這本書的內容 所以其實裡面有非常多具體的方向 你要稱為超男 你要從哪些地方開始著手 其實都非常非常清楚 那其實在裡面特別提到了 對於成功這件事情的定義 對 你覺得從超男的視角來說 還有可能傳統來說 因為其實從你個人經濟方向去看的話 你經歷過一個從傳統視角來看 非常巨大的成功 營收上億的公司 然後就是在上海最精華的地段 然後非常漂亮的老婆 OK 很有錢的房子等等的 從那個傳統的成功 到現在超男的成功 你經歷了哪一些 以及那個定義 有什麼樣的不一樣 對 我書裡面提到就是 我18歲讀了一本書 叫《如何當總裁》 然後我被第一張的那個標題 我就整個被吸引到 就以這個作為人生的這個詛咒 上面講說 你的薪水就是你人生的積分板 哇 還有人不欠 對 然後呢 所以我從那時候開始 我就立定說 我一定要每一年的薪水 要比去年來的高 再加上我一定要在我 40歲之前的時候 我要當上所謂的總裁 我對總裁這兩字 就有很多的嚮往 總裁就代表成功 對 所以我就很單一的去 不斷的去摸索跟去追逐 這個事情 一直到我30多歲的時候 我真的當上了我自己 心目中的那個位子的時候 我才知道這不是我要的 我真的很傻眼 因為我還記得 我書裡面提到 我在華臺中路的辦公室 對 真的就是一邊看著人工湖 新田地 因為我家就在新田地 對 然後我剛剛買的這個房子 在新田地 然後我看著這個人工湖 然後我的辦公室 將近快有300個人 然後我有我的助理 我的司機 我的管家 我就想說我真的是不可一世 我想說自己達到了 那個韓劇裡面所看到總裁的 歐巴 可是我非常的不快樂 而且我非常的有幾度的不安全感 因為我知道這真的跟我想像中 是不一樣的 調節 對 然後我就開始 在那個感受之下 我人生的一個一個柱子 開始倒塌 家庭 孩子 身體 事業 等一個一個倒塌 我就知道 我支撐我的那個信念 達到了我所謂的成功 並不是 真正我想要追 真正我內心世界想要去追尋這個成功 我後來才知道真正成功 實在是六個領域 就是我們講的身 心 靈 家 事 社 就是身體 然後心理的教育 心靈 心智教育 然後靈性的精神 然後事業與理財 然後這個 家庭關係 家庭關係 然後最重要的 接下來就是社會責任 然後你的社交圈 以及社會文化 真的 就是如果你在這六個領域 都有設一個 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你的目標 你很重要的我們講的價值觀 其實你就可以達到你要的成功 所以是跟錢的多寡 跟你名片上有什麼頭寫 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真的 我後來我真的 我覺得我自己很笨 我到四十多歲的時候 我才意識到 這才是人生真的要去活出來的成功 所以其實這本書也有一個很大的大愛在裡面 我看到 因為不用等到說你追求了很久之後 等到柱子都塌掉了 今天這麼大的痛 你才去意識到這件事情 可以先看這本書 就避免這樣的方法 然後開始重新去定義自己的人生 對 我很重要的一個使命 我有就是我自己 我當時跟我人生教練在 在coach的時候 我寫下我第一個夢想清單 就是我要幫助所有在困境中的男人 因為我不想要任何的其他男人 有經歷過這些痛苦 然後因此一蹶不振 或者遇到事情的時候 他就沒有找到那個點 然後走向很負面的方式去解決 因為我經歷過那個苦 我非常清楚 那是非常非常不好受的 真的 因為其實薛騰在書中提到 真的是我相信所有男人都會經歷過 你可能避免育兒的那種壓力 小孩哭啊鬧啊 你就會假借要工作 或者是要應酬 就出去喝酒 對 但你知道那是一種逃避 回來你可能覺得 我給小孩物質的 給老婆一些物質上面的 就是賭他的罪 然後就 你看我盡我的責任啊 那我就不要吵我啦 這種感覺 而且我之前有一個很錯誤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觀念 就是 我覺得我只要賺錢 然後把錢賺夠了給你 這就是我盡了我家庭的責任 所以我一定 我進到家的時候 我帶著疲憊的身體 我一攤爛你 坐在沙發上的時候 你請你就是 閉嘴跟讓我休息 哇 現在想想真的是蠻過分的 我也有這種心情 真的 那其實我覺得這是很錯誤的觀念 對啊 其實我們剛剛第一段就已經 讓大家 我相信有大霧大車的感覺 我們接下來三段看一下 應該怎麼做 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謝謝啊 謝謝 哈囉 歡迎回到夢想實驗室 我是主持人Will 今天呢非常開心邀請到 Shelton來到現場 那從剛剛他的分享 我們已經知道說 這本書是一定要看啦 如果你想要過得更好 一定要看啦 不然你會走上一樣的痛苦 但是可能你回不來 謝謝 所以其實剛剛看到說 很多男人的苦 其實Shelton在這本書裡面 都已經呈列出來了 那也因為這樣子 我們受到很多標籤的苦 很多的壓力等等的 那其實Shelton 當然有另外一個身份 相信很多男性朋友 是比較難想像的 他也是一個單親的爸爸 對 曾經是 那這個過程 當然是有很多很痛的概念 那其實早上 我們看到有一位醫師 叫黃崇林醫師 分享了一篇文章 在天下雜誌 那其實就講了這個 修騰當年的一段經歷 對 就是當年可能 我們剛剛提到的 為了讓老婆 就是感覺好一點點 但實際上只是給錢 給物質的生活 給信用卡 我想請修騰分享一下 這段經歷 對 我 這是我當時 就是在 在達到事業的高峰的時候 其實我是90% 時間是花在事業上面 當然 所以我回到家的時候 我真的就是一灘爛泥 我沒有我真的不想做人的事情 而且我 我覺得我也有一種不平衡的心態 就是我在外面這麼的辛苦了 你為什麼在家 還要再跟我唠叨跟抱怨 所以我覺得那個時候 然後我們之間的關係 其實包括從兒子出生的時候 就擁有這種先天性 重度聽損的問題 聽不到 然後我們後來就是 我必須放棄我上海說的以前 然後搬回到台灣 然後拯救她的聽力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 我跟我老婆的關係 一直在惡化 然後開始出差逃避 然後出入生死的場所 然後也做很多喝酒啊 然後做很多很多這些 男人紓壓的傳統方式 男人紓壓的這種亂七八糟的事情 我都全部經歷過 然後我覺得她一直都要累積到 她受不了的時候 我覺得她就跟我說 她要去找回她自己 因為她提醒了我 很重要一點是 她當時放棄了她自己 青春年華 最黃金的時間 也放棄她當時是一位主播 然後她也簽給了某家電視台 然後準備有很搶手的 藝人的經濟樂這樣子 但是她依然就從台北搬到上海 然後就跟著我過了這個家庭的 這樣的一個生活 然後直到她自己身體也發胖 然後她也就是蠟燭好幾頭燒 搬回到台灣 還要再扮演所謂的媳婦的角色 一個媽媽的角色 然後還在幫助孩子要去拯救她 聽力的一個角色 然後要扮演一個妻子角色 我覺得她自己也崩潰了 對 那她在那個崩潰當下之下 她就說 你現在能愛我最好的方式 就是給我自由 就請你簽下這份離婚協議書 那我簽下當下 我的秉持的理念是我 相信我做這個事情是為了愛她 那我簽下去我就後悔 那一直到我們正式分居搬出去以後 真是我成為一個所謂的單親爸爸的時候 我才理解到說 天啊 家裡面的事情沒有媽媽 然後她所做的事情真的是非常辛苦 很多事情 這個根本有些東西是用錢都換不來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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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 所以 我覺得今天看到那個黃崇利醫師的那個 很多她的粉絲留言 我既是 又好 好氣又好笑 對 我覺得就是比較覺得好笑 然後就覺得也是覺得蠻無奈 因為大家只看到表面那句就是說 真的 我提供了管家 我提供了司機 我提供了將近刷無上限的信用卡 刷無上限的信用卡 然後讓她handle這個家 其實 她更多的是需要被理解跟陪伴 那這個我是真的是 我是透過了離婚之後才 來領受到這個事情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覺得是所謂的關聯性的一個標籤 那另外就是我覺得 可是我覺得 現在回過頭來 我跟她的關係非常好 因為我們彼此走過了那個低谷 我們彼此也在外面晃了一圈 我們還是認定是我們愛我們的孩子 所以我們願意在 我們孩子之間的互動上 做一個co-parenting 就是 就是一直作為一個很好的雙方的 扮演父母的角色 扮演父母的角色去做 所以一到五的時候 我負責孩子的部分 週末他負責 所以我們有一個很好的平衡跟分工 所以我們孩子也沒有失去愛 他們也非常清楚知道說 爸爸媽媽是離婚的 可是爸爸媽媽離婚 還是愛著彼此跟愛著我們 我覺得 我覺得這是一個一些 大家無可想像到的標籤 這個真的是很 也讓我蠻震驚的 就是其實大家不要覺得說 離婚就是怎麼樣 單親或是怎麼樣 其實真的 那是人類後面創造出來的標籤 對 你可以不用這一些 也可以活得很好 小孩子也可以教得很好 你知道重點Will是什麼 重點是 孩子們第一次在離婚之後 感受到我跟他媽媽是快樂的 哇 我們是真的是 心情放鬆快樂 沒有那種 所謂的婚姻之間關係上的束縛 跟緊張的關係 我們都彼此成全彼此做自己 然後做完自己以後 我們又可以好好的用我們想的方式 愛著我們的孩子 哇 你不覺得這就是 所以我們現在在一個非常好的境界 對 我覺得這也是大家沒有辦法可以想像到 真的 一個所謂的離婚後的一個家庭生活 竟然是可以比以前變得更好 真的 對 因為我一般就是像我自己媽媽也好 以前就一直講一句話 我是為了小孩才不跟你離婚 如果我們在 如果我們可以在那個時候就知道這個概念的話 我相信應該會有更多不一樣的未來 對 婚姻對我們而言 它是法律跟經濟層面上的一個關係 是 如果兩個人真正相愛 如果兩個人真正是把彼此當做一家人的話 你不需要那張紙 也可以活出一個精彩跟有愛的生活 哇 真的 所以其實您在裡面也提到說 後面太太曾經也提到說 可不可以我們再結婚等等的 那其實後面你有在寫到 信仰給你帶來的一個力量 你就翻到一句話 就是愛是沒有恐懼的 愛是沒有恐懼的 愛是可以驅逐恐懼的 我對這句話 多有信念是我還刺青在我的 哇 這句在上面 對 對 所以反而這一次 perfect love expel all fears 約翰一書 有時候聽到一句經文這樣子 真的 這句話我覺得真的蠻有力量的 因為其實這一次你反而沒有因為他這麼講 你就急著結婚 對 你反而重新去知道說 真正的愛應該是什麼樣子 對 我覺得真正愛 我覺得愛跟戰友是兩個不同的東西 我以前承認我覺得我對他的愛是一種戰友 我怕他被別的男生追走 我怕他離開我 我怕失去我 所以因此我必須去做 他想要我變成那個樣子的所謂的shelton 我現在是只想做我自己 我在我做我自己 然後在做好我自己的不同角色過程當中 我得到我的自信 我得到我該擁有的他給我的尊重 然後我在那種關係當中 如果他還願意跟我在一起 如果他願意尊重我這個人生伴侶的話 我覺得那就是很棒的事情 所以愛裡面只要 我覺得這句話是很棒的提醒 我也會提醒各位聽眾 如果你現在這段關係裡面 你感覺到恐懼 你感覺到因為你沒有滿足他 而且你害怕他 他會怎麼樣對你會攻擊的話 對不起你要思考一下 這個是不是你真的要非常一輩子 要長久的一個非常健康的關係 哇真的 而且不要受到所謂結婚婚約這個東西的束縛 對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修惟婷活出一個很好的榜樣 就是他沒有那一張紙 沒有那個關係 一樣可以活得很好 對 而且小孩完全沒有受影響 而且是在更健康的狀況之下生長 對因為他們看到爸爸媽是快樂的 嗯 他們已經很少聽到我們在爭吵 哇 對 那你剛剛講到一個事情 Will就是信仰帶給我什麼 我覺得 信仰是 就我跟劉璇明在庶明提到 信仰你不管是基督教 你道教佛教 或你伊斯蘭教 嗯 重點是 信仰是你跟大我之間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係 嗯 你擁有跟 你尊重跟respect 跟對大我的一個敬畏 其實你才能去理解 我們人在這個事業上是多麼渺小 那你會更感謝更感恩 一切你發生的這些的事情 所以信仰對我來講是 是非常非常重要 哇真的 這個我曾經讀過一段話 我也覺得非常有意義 分享給大家 就是其實我們每天早上可以醒來的話 代表太陽還在運轉 地球還在運轉 我們要感謝事情太多了 真的 那與此同時我們在抱怨自己的褲子上面 有一些無知等等的 其實這個真的是錯過了很多更大的美好 很無畏 我覺得很無畏 對人生很短暫 你要珍惜每一個很棒的時光 就像現在一樣 我非常珍惜 我跟威爾這邊 享受我們彼此這種的交流 為了就是什麼 為了就是讓 有聽到我們這一段話的聽眾們 也可以也許對他們有一些啟發跟幫助 真的真的 那我也相信剛剛從Shilton的分享來看 不只是觀眾朋友 我自己都受到很大的一些啟發 謝謝 然後也得到很多力量 等一下走出這個門 我感覺應該中午可以吃更多飯 考試考100分 太棒 OK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謝謝 哈囉 歡迎回到夢想實驗室 我是主持人Will 今天非常開心的邀請到Shilton 所以其實剛剛Shilton有一個非常有力量的分享 第一個就是你不要覺得說 給老婆什麼無限的卡 然後這個什麼四季等等的 其實老婆付出的比這個多很多 所以其實剛剛看到那個留言 我也是覺得又好笑 又好氣 大家就說給我無限信用卡 給我司機 再給我一個一個一個房子 老公永遠不要回來都沒有關係 不要回來也可以 對 真的很酷 那另外是Shilton剛剛也提到 其實信仰信什麼不重要 重點是你跟大我的那個連結 對 然後你真的是做好你自己 那麼不要去刻意的討好別人 因為討好一旦行程 那麼你的愛是有恐懼的 那他就不是愛了 是的 對 所以其實當然我要藉由這樣的一個機會 幫各位聽眾請教一下 這個Shilton你是怎麼維持你的身材的 以及為什麼你覺得這個很重要 對 還有其實我看到你在可能每天出門之前 有簡單的四個步驟 對 30秒看天氣 30秒看行程 對 然後看你挑的照片 對 最後症狀 對 這很簡單 對 我們身心靈加視設置六個領域 所以身 我們講的是身體形象 是 那身體是 是我們要維持能量跟精力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所以吃飲食吃得對 我今年快50歲 對 然後我覺得包括你的運動 你的肌肉跟你的一定的比例 因為比如說骨質疏鬆 很多時候你開始這個痛那個痛 其實都是跟你運動跟你肌肉量不足有關係 肌力不足有關係 所以我覺得這個習慣的養成其實就是你身感覺非常精神氣爽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就順了 所以這是一個 所以不管你是做有氧的無氧的重訓 維持一定肌肉的比例 然後你體脂的減低 還包括飲食的這些控制 斷食然後等等這些 我覺得這都是基本上是必做了 對 才能維持你一個很好的一個身體的感受跟能量 你才能使用它做更多的事情 對 然後另外一個我們講的是形象 那形象為什麼重要是 是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現在大家其實都意識到 你今天不管是在哪一個行業 都非常注重所謂的個人品牌 是 那你個人品牌的部分 其實你就算是醫師 你就算是做sushi的這個收拾師傅 對 不管你或你是Will 你是這個跨界的這個廣播跟理財大師專家 我覺得我們都需要有自己的一個人設 所以自己的穿著打扮 就跟我覺得 所謂的這個英文字叫wardrobe 戰袍 這部分其實就有很大的關心 就是男人出了這個家的門外之後 其實就是面對這個世界 對 我們一對妹的事情之後 那我們就把我們自己最好的角色跟打扮出 適合這個occasion 這個場合所要表現出來你的自己 得體 所以我今天早上在打網球 那就好好的著裝 讓你不會自己受傷的網球鞋 襪子 然後你的衣服這些 然後來去防曬這些 這是穿著像一個真正打網球的樣子 我現在來到跟你見面 因為我們還在打樹 所以我跟劉璇我們都走海洋風 OK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有一個自己很簡單 那配合天氣 我穿短褲 因為外面還是30多度 我不可能穿個像西裝一樣的過來在這邊 所以也是得體 天氣氣候 然後你想要帶給別人這種很舒服的感覺 那如果我在開會的時候 那我就一定是對方是什麼樣子的背景 我就是可能用正裝去回應他 來代表我身為一個總裁的一個樣子 哇 那這個我要深深檢討 因為其實我之前一直從上像 Steve Jobs 對 或是像Zuckerberg那一種 就是每天一個T-shirt 對 所以我用我的公司就做了這個T-shirt 對 然後就一次做十幾件 我自己拿十幾件 對 我就每天穿同一件 所以 我 這是一個方式啊 所以說這沒有對與錯 可是我覺得你就 我覺得還是有一些 不能夠穿這個 你去的時候 你應該覺得自己怪怪的 對 所以我剛剛從Shelton的話 提論出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我感覺就是那個儀式感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對 因為我在小王子看了一句話 我覺得很認同 他說因為是儀式感 讓這一刻跟其他時間變得完全不一樣 對 但如果今天你可以認真對待你的每一刻 對 那麼其實你的每一刻都真的可以變得更加不一樣 就這樣子 哇 你活出那個每一刻透過你這個角色上的扮演 無時不刻再散發魅力 這就難怪啊 今天你一來我就覺得魅力爆棚 對 然後我覺得很多人跟我請教說那穿搭怎麼去做 但是我覺得一個部分是 你等到你想要去買衣服的時候 你需要穿著 比如說今天晚上有一個約會 我就馬上衝去百貨公司或者星光 然後去買 抓兩件 然後去買 我覺得那個是錯誤 我覺得男人的穿搭是要去累積起來 用心的 應該是平常就要把它去堆積起來的 去 你有時候你出國 比如說對方可能打著 所以你平常 所以我有一個iCloud照片 我把我各種不同的喜歡的Style 顏色或有時候看IG上人家穿著什麼 我就把它接取下來 OK 然後我就跟大家講說 我以後可能接下來走的路線 顏色搭配穿著是什麼樣子 所以我去一個店 剛好看到有打著的時候 那我就把它買下來 所以我是一直在累積所謂的 Wardrobe的collection 然後等到適合的場合的時候 我就拿出來去穿 那既然不會浪費錢 另外也是你可以隨時可以很得體 去做這些事情 而且男生只要有簡單幾個搭配 放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 輕便萬化 就可以輕便萬化 你就可以搭配出你自己的風格 UNIQLO裡面也 我這邊有很多UNIQLO的衣服 對 我去年 我跟劉璇參加GQSUWALK的時候 我們就是一起講好搭配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要一起出術的時候 我們想要有一個形象出來 對 我們就彼此穿了白褲子 然後我穿了一個黃色上衣的這個 雙白扣西裝 他穿藍色的部分 然後搭配起來都覺得蠻適合的 那個褲子也不過幾千塊台幣 三千塊 所以不用很貴 不用很貴 這跟錢沒有關係 了解 這跟你平常的 你想要搭配成什麼樣的人設的部分有關係 所以其實這也帶到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你要變成超男也好 你要讓自己散發魅力也好 真的不用說等到我有錢 等到我事業成功 我有什麼抬頭再來做 絕對不需要 你從這一刻 你就可以成為你自己的超男 一個超越自己男 不要跟別人比 是 跟你自己比 你只要今天活得比昨天好 一點點 不管你自在身體形象 你在心知教育 你在靈性 或者你在家庭 你就是一個很棒的男人 我覺得我們現在男人需要一點 很多的鼓勵 真的 很多的自信 那先不要從別人要求外在的鼓勵 先如何幫自己鼓勵自己做到 我覺得就是很不錯了 對 這也其實跟超男我們提到 其實超男這個超 後來你們把它濃縮成Super 對 S-U-P-E-R 分別代表五個 對 那其實第一步就是接納自我 對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剛剛Shelton提到 我們被太多的標籤綁住 是的 當你一直把心力注重在標籤 你就會忘掉你自己 忘掉自己而且很累 對 然後就會非常 而且你會很沮喪 真的 我覺得在現在這麼多元化的社會 更重要的 我覺得 容易沮喪失落 跟找不到定位是非常顯現的 而且是很容易碰到的這樣的一個問題 真的 找回到自己 然後釐清一些事情 我覺得反而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說我覺得第一個是接受自己 但你知道妙在哪邊 為什麼我們這本書寫了 我跟劉璇很多的過去的不堪 很多這些我們很私密的事情 或我們這些 不想一般對男人講的 這都是我的自尊 我的面子 開玩笑 你寫光了 我面子丟光了 我乾脆去死算了 我覺得我們就寫出來 是因為接受自己的前提 是要自我揭露 你知道自我揭露之後 我跟劉璇做了這個事情以後 我們產生一個新的能量 我們變成什麼都不怕了 因為我們都敢講出我們的不堪 人也不過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反而得到一個新的能量 我們在我們的超難讀書會 就是我們定位城市 一個社區型服務的時候 很多男人進來 他講了他過這一個禮拜 發生一些不堪的事情 他們都跟我說 Shelton我講完以後 我得到能量 我得到一種放鬆 我得到那種就是新的回去 重新整理自己的一個感受 所以S的這個Super的自我接受 跟自我這個揭露非常非常重要 是改變跟成長的第一步 真的耶 這個好像可以有所體悟 就是好像一直隱瞞隱瞞 反而沒有什麼隱瞞 你殺了一個謊 用其他的謊趣緣 然後浪費更多精力 做自己 接納自己 做自己 你的自信 你的那種光芒 一定會慢慢會展現出來 哇 所以其實這樣 雖然看起來很簡單 但真的有很多坎要跨越 那我也相信 其實這本書裡面 有提到比較系統化的做法 只是呢 我相信 如果你希望可以 真的更快看到結果 或者是 在更短時間知道怎麼做 真的有一個人生教練 或是參加這樣的社群 會是更好的方式 對 所以我跟劉璇我們有一個網站 這是超面.org 在書面也提到 這網站裡面提供很多的成長資源 包括我們 我跟劉璇花了一筆錢 我們設計的一個 自我成長 人生教練的一個APP 免費 可以給我們所有的讀者使用 那這個裡面就包括我們所設計 自我管理的一些工具 跟方法論 還有一些很棒的一些資源跟文章 讓大家去做閱讀 我們大概再過一個多月會上線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是可以關注我們的網站 可以去免費下載 真的 我已經註冊了 謝謝 而且我也看了網站 網站 網頁裡面一些文章 其實真的都 蠻 insightful 謝謝 真的很深刻 我覺得對男性非常有幫助 真的 對 因為其實 剛剛也跟修騰聊到說 他們的這個聚會 是只有男生的 對 我說因為我在高中念男校 對 所以我知道說只有男生 這個設定有多麼的重要 對 一旦有一個女生出現 就是完全會 氛圍變 對 我們就開始有孔雀消影 那就是 你看那個 我們就彼此稍微要 要增一下 你看那女生有在看我 對 有嗎 怎麼還哭哭啼啼的 對對對 剛剛那事情不能講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那個氛圍很重要 哇 真的 超難讀書會是一個幫助 我們接下來也會在一個多月的時候 如果再關注我們的網站的話 從北到南 我們都會有所謂的超難讀書會 的設定 那就是周五的晚上 然後讓 不管你住哪一區 都可能可以參加這讀書會 然後大家可以疏解 壓力 然後大家互相分享一下 哇 太好了 這個我們會在廣播 這個大家聽到廣播的時候 來到我們的廣播 我們都會給大家這個相關的訊息 對對對 那我待會會再把那個東西 貼給所有人看一下 OK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夢想實驗室 人生 will be good 哈囉歡迎回到夢想實驗室 我是主持人Will 今天非常開心的邀請到 Shelton 來到節目上來 謝謝 那Shelton今天分享了很多 可是這 即便這麼多 這麼豐富 還是不及這一本書裡面的 大概十分之一吧 謝謝 所以呢其實也要趁這個機會 讓大家知道一下 像Shelton 你做這六大領域 對 然後你還要做這個事業嗎 就是超難辦很多的活動 對 你現在的時間都是怎麼分配的 對 有時間睡覺嗎 我跟你說我睡得非常好 我一天至少睡八二小時 對 然後我的學員之前常問我這個事情 說我這麼累 我這麼多東西 我怎麼休息 對啊 那我說你知道什麼叫休息嗎 休息就是在於 你當你安排身心靈家事社 這六個不同的領域的活動的時候 你在交替之間你獲得休息 所以我舉個例子 你現在在做你工作八個小時 你下班以後 其實你最想做的是躺在沙發上 開電視 然後吃著你想吃的炸雞 或什麼樣這樣子 你就覺得那是一種休息 錯誤 你接下來要應該想的是 你這個玩的時候 你接下來要接的是生 還是色 還是心 所以是 你事是代表事業或理財嗎 工作 你可以接生 就代表你可以去打個網球 你可以去重訓一下 你在交替之中 其實你累的不是 你累是你的心情而已 但是你身體其實不累 因為你做了八小時 對對對 你馬上去做你該做的運動的時候 其實你的心情上 你的身體上就獲得很多的休息 真正的休息 跟很爽的感覺 真正的休息 或者你去做 娛樂心的事情 比如彈吉他 或者聽音樂 或者去DJ 你這時候就做 所以休息 所以休息不是在於 躺在沙發上不動 或者躺床上不動 那要休息 休息是在於 你在做一個事情的時候 你要換另外事情的時候 這就獲得 剎那間的休息 所以對我而言 我早上六點鐘起床 準時 因為我有兩個孩子 要照顧 我的女兒是六點鐘起來 我陪他吃早餐 弄早餐給他吃 六點五時他上校車 兒子接下來起來 七點弄好 然後七點二十分吃早餐 七點四分送他去學校 八點鐘到的時候 我的這一天開始了 但是你在家庭這方面已經 我已經做好 我該做的事情了 身為一個爸爸 八點鐘開始 我今天早上 我通常都會安排運動 所以我不管是網球 格鬥 或者是重訓 或者是游泳 我早上每一天我都安排好 你還是跟黃玉仁教練學 對對對 他是我很棒的 我是禮拜四的下午五點鐘 固定跟他的練拳 也不能惹你 他教我很多這個必殺事 可以可以可以 要小心 所以在現在 其實節目今天尾聲 我相信大家很捨不得 那藉由這個機會 學廷有沒有什麼其他 跟現在正在受苦 想要過得更好的 聽眾朋友說一些話 我想跟各位聽眾 尤其是男性朋友講說 如果你在當下覺得迷惘 覺得很痛苦 覺得周圍的人不瞭解你 我覺得我建議就是 你可以先上我們的官網 然後註冊下一場 離你家最近的超難讀書會 大家聊一聊 聊一下一下 第二是你可以看 超難進化論我們這本書 是 你可以想到其實很多人 都過得非常不如意 但是你只有自己 才能拯救自己 所以人生教練 是一個陪伴 然後是有系統 有方法 你要自己去挖掘 你才能辦法 讓自己變得更好 也不要去跟別人比較 跟自己比較 成為你自己的超難 真的 哇 非常非常感謝 Shelton 那請大家真的 我覺得搭配服用更好 首先呢 你買書 再來到 CHAOMN.org ORG 炒麵 炒麵 對 你們真的可以看到很多 很棒的文章 那其實每天 就是按照剛剛 還有工具 真的是很棒 裡面有工具 可以使用 所以工具很重要 可以幫助你落地 是的 OK 所以今天真的很開心 我也希望呢 各位聽眾朋友 如果你們 藉由Shelton的分享 有一些幫助的時候 也可以到 炒麵.org 去分享一下 炒麵.org 對 讓我們知道 你的成長跟改變 謝謝 我相信這對我們來說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OK 好 大家對於今天 主題有任何想法 歡迎到 POP Radio的官方APP上留言 如果聽眾朋友 想跟我或者我們 嘉賓 交流更多 或想重溫今天的精彩內容 歡迎在臉書上面搜尋 Will黃 黃士豪追蹤我 我都會把今天的精彩內容上傳 讓大家可以重複收聽喔 那下個小時呢 請繼續鎖定POP國際線 歐美航班 下週六下午四點 我們空中再會 今天再次感謝Shelton 謝謝 謝謝 謝謝聽眾 謝謝Will Thank you 謝謝Shelton 謝謝 謝謝